嘿 我是小型 前几期 我们把小卧室收拾好了 通院子的大卧室 又出了严重的问题 白蚁严重了 叫全拆了 噴药本来想揍得住 实在没法凑合了 刚开始家里满天飞白蚁 以为是外面飞进来的 结果早上起来发现 门口一大堆白蚁 屁股都是朝里的 头部灭向院子 明显是里面向外面飞 外面又亮光 找师傅全拆了 发现木头已经被吃空了 这是墙顶的木头 里面都空了 如果将就 心里可应死 经过房东同意 开始全拆治疗了 有点恶心打个马 损害相当严重 已经穿墙了 如果再不及时处理 估计这栋楼都会出问题 有好多 才知道白蚁有喜欢光的 还有喜欢暗的 天哪 起劲皮疙瘩了 最里面的 很难讲 我都个言说 好像不太想睡不着 是什么仓 师傅只拆地板 顶上的木头 只能我们自己拆 这老公 要不是全能行 有多少钱花 蛤 天哪 累死人 拆下全是钉子的木头 你说说 祝老破晓 一点不省心 一天不上班 在家搞装修 没完没了了 拆完了 感觉房屋 又亮他了不少 这彩光 这地段 这装修好了 估计租个花千块 没问题 专业除白蚁灯 超级贵 除下白蚁不要几千块钱 敢不敢想 我们全拆了 就便宜好顿 不到一千块 不过人家保证 寄宁内不会再有白蚁 丫丫丫丫 还会有售后 丫丫丫免费沙虫 这沙得非常彻底了 药水灌进香里了 喷完药水 秘密两小时 就可以通风了 三天后了 药水也干了 上水泥 以前的装修 真是一言难尽 墙里都是沙子在凑合 再上蜜子 蜜子干了后 再打完墙量 再刷上室内涂料 空调感觉也好久没清洗过了 老公自己看了教程就买了工具 就自己开始清洗了又省钱了 完了 擦它再装好 这几天 这几天我的火也干完了 晚上没事 去我们旁边的图书馆转转 这里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看看许家会商圈的夜景 图书馆地下一层 还有各种寿工 文创电 蹭蹭空调 欣赏欣赏艺术 吃个嘴上的一只只 energy 吃什么 白 Platform 就这么好的 一只只有一只餐 我也懒得做饭了 吃外卖 各位再见呀 各位再见呀 太棒了